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练走路 慢的 是要怎么走 有能力的是怎么走 我觉得是会改变你整个舞蹈的质感 好精准 美中不足就是我觉得你中段有点松 平时做一做训练 一队员们都很适合这个风格 但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就肯定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 你们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刚开始然后有些人又是正人 然后有些人肩是开的 然后有些人又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是大家的身体就是都不一样 就可能比如说第一个是这样 第一个动作不是这样吗 有些人是这样 然后有些人是这样 可能稍微小小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 但是有几个特别不自信的对 严格来说其实全部都是带定 动作也很碎也很重 其实大家都没有跳出来 我觉得如果要拿到外面去还是差得很远很远很远的 真的出去比赛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说我以前是跳爵子的我以前是跳拉丁的 就我感觉没有这样子可以去表达的空间 就大家都很鼓励大家说已经很棒 以前好很多了还要再继续加油 但我觉得还要更加油吧 是我觉得可能也努力了 但是我觉得有效的努力比较重要 老板运用了一下金红舞的这个元素 也代表是我们对我们历史的一个致敬一个尊重 我们真的这个舞蹈非常非常棒的话 请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爱你们 就是比较激烈的舞蹈 都是说 其实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人 现在在一起排练 我觉得内卷好严重 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 就是 我都可以 好 我太喜欢刘娇妮了 就是每次看她的舞台 我都感觉我是她的粉丝一样 对 有两个地方我特别特别喜欢 一个是中间舒然拿着伞走出来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最后拿着伞走出去的地方 我觉得舒然真的很适合 而且穿高跟鞋跳舞真的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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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还能就是跳得很好 然后编得很好 所以我就没有坐下来过 我全程都是这样子 我相信他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然后也很期待他们的比赛 很期待他们的舞台 我觉得这一段时光给我也带来了 可能是我今年最最最最重要的回忆了